一粒孤星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 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 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 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 尼敦道政交所每位嘉宾所说的话 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 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 让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今晚请到李慧才博士上来 多谢你经常支持我们 李慧才是讲科学的人 其实李慧才是讲什么都可以的 不是这么说 他是香港少数精通文科、理科的学者 绝对不是 见你这个科普教育工作者来的 今天请他上来讲什么呢 建仔麻烦 我们讲这件事 没错 没错 大失踪 尤德先生和蔡先生 失败了 但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的中学生 知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人 我猜知道吧 即是我跟你就知道 我希望他们也知道 有多少兴趣就是另一件事 跟李慧才聊天之前 请教他之前 我想问一下大家 捐款继续 但我还要求多两件事 第二 我们城寨的节目 除了你们捐款支持之外 要你们分享 你们将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 多些人看 就会多些人支持 多些人知道我们的信息 第三件事 想问一下各位 建仔又打过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 我们知道要讲五四 但我们创造了这个图片 就受到一部电影的启发 一部电影的启发 这部电影是什么电影 大家可以在网上留言 告诉我听 告诉大家 这部电影是什么电影 我是受到他的启发 才能想到这个图片 我再问一下李慧才 五四运动 是一百年了 是一百年了 八年前 即是2011年的时候 八年前 那时候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那麽快 现在五四运动 又一百年了 一世纪 五四运动提倡 就是 就是两件事 刚才说的 德先生 就是民主 Democracy 蔡先生 就是科学 好像不见蹤影 这两件 近年来 你解决了很多难题 李博士 解决了不少难题 无论科学上 在环保上 你至少给到一个答案 至少给到一个图片 不敢说 到底这两件呢 我现在要你尋找 是 这两件 现在去了哪里呢 这个德先生和蔡先生 去了哪 简单一点 文主 法治 什麽都有的 所以 科学更加重要 现在经常说科学救国 所以 大家都知道 所谓德先生和蔡先生 德就是Democracy 德 一个 蔡先生 就是Science 就是蔡先生 所以这两件 在大陆来说 是常常挂在口边的 所以你说 去哪里呢 表面上 字面上 是在的 但是当然我们最关心的 就是背后的核心精神 是不是还在呢 是不是 好了 最近习近平 这个中国国家主席 兼党总书记 President Xi President Xi 就开过关于五四的 这个一百周年的纪念 是的 往文流传的了 已经 现在年轻人 是要听党的话 跟党走 是的 没错 五四的精神就是这样 就好像 跟德先生 和蔡先生 相差甚远 李卫才 没错 他说真的 其实 中国共产党 永远 历史也好 或者是什么 最新发展也好 他都是为政治服务 是吧 所以呢 他又是拿五四 辛亥革命 他又可以这样拿 什么都可以想 拿来就是为他 为他当前的政治需要服务的 嗯 其实我们又不用这么认真的 嗯 但是其实呢 作为中国人呢 可以说是很痛心的 很可悲的 就是说这两位先生呢 其实呢 一路我们请他来 其实呢 最后呢 都是没有 落户生根的 就是在中国来说 那当然呢 是有少少不同 科学的命运 和民主的命运 是有少少不同的 因为科学呢 始终就是 就是富国 强兵之本 这样 经济发展 所以受到的对待 就好些 但是呢 其实呢 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说真的呢 科学也是很注重 是开放 和多元的 和思想的自由的 那所以 如果你是一个 所谓的专制主义的 体制下面呢 其实一个科学的探究呢 都是会受到一定的疾爱的 那所以现在呢 他们经常强调一件事情 我经常都说的 什么叫功坚功关呢 其实呢 他上面的功关呢 就不是我们这里的 那些PR的功关 而是去攻克 那个难关 有时候他用功坚 就是说呢 那里呢 就有很坚固的一棵墙 我们去攻破它 那这样 那其实用完这些呢 其实都是军事的用语 就是和一些暴力有关的 那但是 科学的探求呢 他经常用这个观点来看呢 其实就已经大错特错了 因为 其实他功坚 就是说 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目标 我们要去克服它 那但是 其实科学探求呢 你就是很多时候 是没有一个预设的目标的 就是你根本都不知道 是那个研究的方向呢 会带领你去到哪里的 就是一步拉一步拉去的 你下下呢 都是人家 就是已经可以说 定了那个议题 那个agenda set了那个agenda 然后人家又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呢 就放大量的人力物力下去 攻关攻坚呢 所以其实这个呢 已经是等而下之 那这个是说科学啦 那说民主 就更加不用说了 是吧 那时候毛泽东呢 都是作作什么叫民主集中制 大家都笑 最后就只剩下一个集中 就没有了民主 是吧 那现在集中呢 更厉害 以前呢 就是整个共产党 那个领导的团伙 有政治局 很多 现在呢 基本上呢 一件 所以刚才呢 其实我想纠正你的 是 就是 president c 是 其实呢 我就会觉得 我不是这样叫 我叫emperorsy 是吧 其实现在已经是集帝 是啊 真的集帝 是倒退 大倒退 我们是想不到的 想着四十年 过了四十年 改革开放 应该呢 其实就是四十三年 自从毛泽东 挂了之后 应该是 更加向全丑 不会回头路 现在就是走回头路 就是走回头路 是啊 好了 李博士 你说 大陆科技呢 完全是没有进展呢 那绝对就不是了 也说不通 是吧 有天公一号 有上俄 是吧 现在他的科学论文呢 就很多 很多的 其实这个 这个范围要讨论呢 是很大很大的 今晚呢 一个几钟头 就说不完 不过呢 不如我这些最显眼的事情 给你听 好 那么呢 这个中共的体制 嗯 其实呢 就跟前苏联呢 苏共是差不多 是的 OK 当然他也是仿效他 仿效他 再加中国特色 没错 OK 那么 史塔利和毛泽东 就见了马克思的了 OK 但是体制呢 是一样 在中国 大致是保的 而且是更 这几年 就是老杂 就是回头了 嗯 那么 在前苏联之下 OK 我就数过 一共有十一个科学家 嗯 他解体之前十一个科学家 拿到諾貝尔奖 是科学奖 是 他还有些人拿到 諾貝尔奖 是文学奖和和平奖 嗯 嗯 那么这个国家 苏联 为什么会在这个科学 和科技上 是有这么大的成就 OK 尽管他也是高压统治 是 就是 这个 totalitarianism 是 以前是极权 极权统治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成就 嗯 而中共so far 只有一个陶都都 是不是 陶都都 是拿到 诺贝尔医学奖 嗯 而呢 他拿到的是很讽刺 嗯 不是西方的bicamp 嗯 instead 他是中医 是 他的研究成果 是在文革期间发生的 嗯 此其一 此其二 就是跟 中国文化接近 不是一样的 最近这两天 都是头条新闻的 日本 嗯 日本现在有个新日王 天王 那 日本 单是东京大学 嗯 已经有九个人 是拿到这个诺贝尔科学奖 不算文学奖 OK 这两个国家 和中国是有接近的地方 嗯 一个在文化上 一个在政治上 是 好了 那为什么中国走的那条路 是 这么不相同 OK 那 中共在科技 有部分科技 我看美国佬是害怕的 我估计 我不是IT专家 亦不是电子通信专家 我估计 我估计 華为5G一定有些东西 The Americans fear 美国佬是害怕的 美国佬是害怕的 OK 那我不知道是什么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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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科技 那些是科技 没错 那前苏联和日本 他们有什么 可以在这方面 领先 中共 可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说最大 一说到科学 或者科技 最多人留意的 就是 諾貝尔奖 因为他是最上級的奖 那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如何搞成 其实也是很难回答 这个问题 问得好 但是 当然 我自己也有问这个问题 你说苏联的年代 其实 由沙俄的时期 到苏联 其实他们的科学 一向 虽然它在工业上 经济上 是落后于世欧 但是 其实他在科学探球上面 其实是很强的 绝对不弱的 是吧 当然 你可以说 虽然他始东 始终对于西欧的人 他属于 就是东方人 所谓东方人 不是我们东亚的东方人 所以他们 都是觉得 一个异类 但是 其实他们始终 自从他们挖起 说真的 其实俄国人挖起 不是很久 俄国人挖起 都是不够一千年的 正式他们 所以很厉害的 在这一千多百年里面 原来我建立到 曾经是可以和美国 双 就是 挑战美国 当然了 你说美国二三百年 所以有时候很难 用时间来计算的 但是其实他 实际上是浸淫在整个西方 就是欧洲的传统 包括文艺复兴 包括 当然之前的 东西罗马帝国 拜占庭 各方面 其实他的浸淫是很深厚的 所以他有很深厚的文化的抵运 所以西方的科学革命 其实当种子传到沙俄时期 然后到苏联 所以其来有志 相对于我们中国来说 科学革命的影响 最先来华的传教士 耶稣会那些 其实是很零星的 因为我们的历史又够悠久 福元广阔人口又多 我们只以为天朝大国 自给自足 那种心态是有所不同的 觉得那些是任计奇巧 一向觉得那些是任计奇巧 我们都是不假爱求的 所以一向 所谓的一个独立研究的精神 就是那个科学精神 是比较欠缺的 我们中国 但是日本来说 其实也是有趣的 因为日本是一个赌国 我认为它是赌国心态 但是他们的民族 就真的非常进取 大家知道 又讲求这个 服从圣大又很团结 又有纪律 而现在他向西方学习 他真的自从 明治为生的时候 最先是闭关锁国 后来被美国强逼他开国 但是后来他没有办法一定开国 他就真的全程投入去搞明治为生 那应该是1860多年 明治为生就是1868年开始 是的 没错 日本人的开放是迟过中国 1840年就是鸦片战争 迟了中国的意识 中国是鸦片之争的不算 你应该由治强运动开始计算 就是1860年代 张之洞那个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 差不多是同事 同事的 就是我们60年代 他也是60年代 但是完全不同 就是那个 真是那个所谓君主立宪 是吧 我们那个治强运动 完全就是在忌器的层面 是吧 就是那些战兰 那些火槍 那些大炮的层面 但是日本那个学习是典章制度的层面 完全不同 所以你不能够将治强运动和明治为生比较 我觉得是完全两样东西 所以我说全程投入是在于全程两个字 我们何来有全程投入呢 没有啊 那后来梁康想搞君主立宪 那终于就是六君子 那便死了 所以因为我们不幸 当然我们也是有这么长的风转传统 后来还出了一个慈禧太后 所以光组是想搞的 光组是想访效当时的日王 但是访效不了 所以其实我们中国的所谓希望西化 访效西方 完全是一个很肤浅的层面 但是日本很早就比较是一个很深厚的层面 就是他已经看了哲学著作 看了真是三权分合理论 他访效了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即是说科学革命也好 或者是民主的制度也好 即是在日本的发扬 比中国更好 也在某一程度上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因为他的包袱也没有那么大 即是我尝试这样解释 对于一个我认真的历史学家 当然是觉得这些不足够 但我本身也不是历史学家 即是我尝试的理解 不过有趣的就是日本很不幸 后来搞搞一下就要脱亚入欧 其实他脱亚入欧很有趣 阿站 他脱亚入欧这件事就很早 所以明治为新 他明治为新的时候 已经全程投入 某一程度上就是这样 当然也很争议 但是很奇怪的 对于他传统的文化来说 无论我们所谓的 尤道、劍道、茶道、书法、插花 什么都很和服 雙扑等等 他很多都保留得好 还可以发扬 虽然他摘取了 譬如西方的棒球等等 但是 那个问题就是 你日本后来 他当然最惨的就是惨在哪里 其实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地缘政治的 一个就是具体历史发展 先讲到具体历史发展 具体历史发展 他就是想说 后来发觉 自己已经打败俄罗斯 又打败中国 是 我们日本应该很明显 就是亚洲的领袖 是吧 我们应该做一哥 中国是东亚病夫 所以他就想成立一个大东亚共鸣圈 大东亚共鸣圈 其实在理念上 是很可取的 就是说我们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 我们单打独斗 肯定不够西方 不如我们团结起来 但是他团结的方法 是绝对错了 他用军事侵略的方法 最快 他以为最快 因为如果大家坐在一起谈 他当然不肯认我做大哥 他怎样肯认我做日本 那我就用强权压服他 于是就发动整个亚洲的战争 但是到最后呢 说真的 如果不是美国 他也分钟赢了 是吧 但是美国 最后呢 就是在偷杂珍珠港 换成是沉睡的巨人 美国又有两颗原子弹 那么他输了 好了 那就去到地缘政治了 地缘政治呢 可以这么说 我经常都说 其实日本人呢 其实我都很 小时候我很恨日本人 但是呢 大过了 你不得不承认 他是一个真是 叫做 优质的民族 优秀的民族 很多东西真的 好了 但是他不幸 他就是夹在中国和美国中间 是吧 一个 历史人口最多 一个就是 最先进的 是 新裔的国家 是 他没有运行的 他是有齊 一切之源 是啊 美国当然 他两边海岸 两边海岸 东西海岸 还有 说多一件事 美国呢 有好大部分港口 都是不动港 当然啦 除了阿拉斯加那些 不算 还要霸华尔 成的太平洋 都是他的 还要霸多一部关岛 关岛 直接来到亚洲 是吧 夏威夷关岛 菲律宾那些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 美国其实 在超过一百五十多个国家里面 是有驻军的 而全球的军事基地 是超过七百个 所以你说 这样不叫帝国 什么才叫帝国呢 所以大家不要想念 美帝就是美帝 这个不是左膠的称为 这个是现实 I think everyone knows 不是的 很多年轻人 香港觉得 美国就是正义的代表 复仇者联盟四 不过 我告诉你很讽刺 那部电影在大陆很修得 是 打低了流浪地球 真是 那些人都不爱国的 所以 中国人民 其实对美国是没有仇恨的 是 如果有仇恨 是不会有那么多人肯花钱 震金百银去看 抗日那时候 基辅将军那些帮我们打日本仔 是 是 不过最近那部电影 一年多之前那部大轰炸 大轰炸没有看过 大轰炸 当然没得看 因为中共禁影 自己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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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斯韦利斯 布斯威利斯 是吗 去加謝霆锋 还加弹冰冰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 以重庆为中心 美国有个教练 就训练中国飞行员 所谓中国飞行员 就是国军飞行员 这部电影 结果在中国大陆是禁影的 理由之一就是说 范冰冰影衰 因为范冰冰不教衰 真的是 你是不是自残 你请到布斯韦利斯 是的 不过去年禁影的时候 可能还有些理由 这部电影 就是当时要提出的事 刚刚碰到中美贸易战 可能 中共一怕 那就是美国佬帮助中国 是的 第二 还有一件事值得 就是 里面的剧情 除了和日军大战之外 有一部分 原来他们透过香港 和英国买了解密码机 Decider Machine 透过香港 偷运到重庆 这个是否敏感呢 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原来香港是这么白手套的 那部电影发生在1937年 到1941年 当时香港一定未淪陷 淪陷了 怎会可以透过英国买东西 运到重庆 是很自残 大陆做很多东西都很自残 包括现在《逃犯条例》 继续说下去 日本很不幸失控 搞到二次太平洋战争 真的自残 现在就乖了 没办法 其实他说真的 就算他不搞 他都没有运行的了 我说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 当然是他错到没得再错 为了这么多周边的民族 带来这么深重的灾难 但是就算他没有发动到 他说想做这个 不要说地球一哥 就算做东亚一哥 都是不可能的 都说了 东面就有个美国 西面就有个中国 怎会有人给你做一哥 你只能做二 甚至是三 其实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 他是害怕中国 他是害怕的 他是害怕的 是害怕的 但是不如我们集中 说回五四所追求的德先生 蔡先生 当然是陈独秀 追先就是高夫这件事情 究竟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是怎样 反而我觉得是有意思的 特别就是蔡先生 蔡先生 因为我最近 其实我中学有一个 就是一些旧同学的群组 大部分都是蓝丝 我整天就去撩他们 就post一些黄丝的东西 所以 你都够用的 没有用 我曾经试过叫大家 但是我永远不会脱离群组 于是继续各自表述 但是火药味很浓 但是最近 其中一个蓝丝 就是有一篇文章 传过来 我也给了 你讲解一下 他讲到 就是说 把西方的民主 批评到一民不值 但是他又不是反反而谈的 空口的说白话 他真的就以过去这十年八载 特别是 这几年 他说三个最大的代表 就是西方民主国家 一个就是英国 一个就是法国 一个就是美国 发生了什么事呢 英国就出现这个 世界上最大的 脱离的东西 是 就是脱欧 是的 搞到一窩跑 那你说要公投 公投就是最民主的表现 所以他好像是很强的理据 我一看就知道那些御用学者 大陆的御用学者 这样呢 其实他就是踩人叠捧自己 是吧 那当然你呢 就立刻复了我一句 我认同 但是你说 那是不是就是表示中国那套 就是可以取代西方那套 当然不行 是不是中国模式是一个选择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在法国来说呢 也是 就是这个 黄背心 是的 黄背心呢 现在都还未平息得到的 那你这个马克龙 怎样去搞呢 甚至呢 他说那些黄背心呢 就是已经 去搞到破坏文物 这样子了 去到这样的地步了 暴力 不过讲到这里呢 有补充 有子 有人子 就是破坏那些呢 是极端极右 或者其他那些杂质人士 混入了群众当中 鬼 我们叫鬼 也是有鬼 但是另外呢 当然就是美国 那美国就是这个特朗普 这个狂人 或者这些这样的 有所谓的民粹主义的抬头 刚才整个西方 实际上现在呢 那些右翼都抬头 当然西班牙最近的选举 幸好那个中间偏左的 都可以连任 但是呢 也是右翼 也开始上来了 很多地方都是 希腊也好 哪里都好 那这个民粹主义 是极右的阵营 以及刚才所说的 各种的现象 就给了这些大陆的御用学者 好像很多材料 很多弹药 就振振有词 就说西方不行了 你看看民主搞成这样 当然呢 他那些文章说 很划算 他就完全 只是批评 他然后就没有赞自己 但是呢 其实那个踩人地捧自己的讯息 已经是若然指上 是吧 就是我们都知道 嗯 但是当然了 我和你都是 差不多同一个观点 就是说 那是不是说 现在我们的中国模式 是 或者一个叫做 华盛顿共识 一个叫北京共识 是 究竟你这个北京共识 是什么东东 是吧 还有这个中国模式 是不是就是一个可取的 一个选择呢 反而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 那两样东西 一就是西方为什么要出现这些情况 二就是 中国来说 这个是不是真的一个更好的选择 嗯 这个是值得探讨 而是过去一百年 为什么走到今天 都是这样呢 是 五四运动 今天就是五月二日 嗯 星期六就是五四 刚刚一百周年 那五四运动 第二是什么广义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不说了 要听很多人都说得好 说到这里 我们准备休息 不过休息之前 我们在节目初 就问过大家了 就是我们的观众水平很高 什么人都有 他们水平很高 试过我说错了一点点 他们都是相当专业地 扶正我 我很多谢他们 那是好事来 当然是 读错一个字母 多加一个字母 都有人提醒我 很多谢 证明我们的观众水平 相当之高 那我在节目初的时候 就说 我们先打个图片出来 麻烦 那个图片 我们节目的图片 就是 大失踪 德先生 和蔡先生 你到底在哪里 是 是 是 我说 这个标题 这个图片 是受一套电影 是啟发的 终于有听众 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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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出来 就是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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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有看过 Missing 这部电影 由Jack Lemmon 是主演的 即职林梦 电影是1981至82年出的 即是李偉才先生 中左交 我应该看过 左交人士应该看 我看过 这部电影 亦跟今晚的主题 是多多少少有关系 这个是美国电影 是 1981或82年出的 是 户事背景 1973年 智利 在美国支持之下 CIA支持之下 发动正面 推翻左翼民选政府 阿伦大 差不多是现在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 不过委内瑞拉的情况 可能和他有点不同 为什么这部电影 是引出两个问题 其实美国支持 就是CIA支持 这个右翼军人 皮洛切特 皮洛切特 区分阿伦大政府 或者阿联德政府 这个是公开的秘密 这个公开秘密 牵涉到人权问题 因为皮洛切特 被指违反人权 很多 被他残害的人 很多 搞到这个机身格 都惹上身 到底这部电影的 厂程和今晚的节目 有什么关系 不如大家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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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支持我们的节目 除了出钱之外 用一点力 share我们的节目 share城寨的节目 令到我们的讯息 可以带出去 get the message across 读错话给我听 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这个慧州种 我们引入了四年左右 是在欣生 很喜欢吃种 他就发现了这只慧州种 他吃了十几二十年 这只慧州种原本 就在慧州那里出产 那个老师傅 是积70年包种的经验 由包扎 配料 每样东西都考究到不得了 其实 我 蕭定一 殷生 任何一个明星 很多明星 名人 吃过 都觉得 他是 没得给的 一吃 蛤? 这种这么好吃的? 就是这样的 这么惊讶的 四只慧州种 特价188元 再送10元的人超燕金券 豪华套餐 248元 他就有两只慧州种 一只果精种 一只金华醉鸡种 特慧套装 两只慧州种 一只醉鸡筋 华火腿种 一只呢 就是白鸟茶 金丝组绒绒 这一只甜种 整套 是165元而已 我说 相同兼利套餐 这个就没有慧州种 一只大的果精种 一只白鸟茶 金丝组绒绒 118元而已 放行李宗盐 我们现在渡jar下 看起 kal Hispanic